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主要是会谈论一下芝加科以郊区为主的一些重点学区 他们有哪些分班政策 如果您对于这个话题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在咱们的 chat box 里面然后打出您的问题 嗯 我们还有四分钟 目前我们已经有了四位家长朋友了 欢迎新进来的家长朋友们 好大家也可以把小朋友们所在的年级打在我们的评论区看一下 因为之前我有做过一个问卷 然后差不多一共有15位家长做过 然后有四位小朋友是在咱们的三年级 然后其他的年级都是比较分散 好大家都可以把小朋友在的年级打在评论区 我们看一下今天到场的哪个年级的小朋友会多一些 G5 OK 我们有G5的家长 好五年级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因为我们今天会讲到有不少的学区 会在五年级的时候呢 根据他的placement test 去决定我们在初中之后的一个分班的一个track 所以是蛮重要的一个年级 好同时二年级有没有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家长 这两个年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大多数学习也是啊学区也是会在三年级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track上的分流 其他家长呢 小朋友都是几年级的呀 好我们还要两分钟开始 G1的OK 那今天这个讲座我觉得对于小小瓦的家长们来说 应该干货算比较多的 因为我们今天会谈论到 呃比较一个long term的一个plan 好所以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规划来说 应该是帮助会比较大 G3 OK 好三年级挺关挺关键的 嗯 或者是在我们的数学单课的知识点上面 还是就芝加哥的呃 郊区的学区的来说 三年级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水领时期 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家长还没有进来 今天整个讲座可能到场人数会比较少一些 那本身芝加哥可能我们现在接触的用户都会比较少 好大家也可以在之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讲座 以youtube的形式分享出来 可以啊帮助我们把这个讲座分享给您觉得 有同样需求的一些爸爸或者妈妈 OK 一年级和五年级的小朋友OK了解 嗯 我们还有一分钟就开始啦 那有没有在定格就读的就是目前就是定格的啊 就读的小朋友呀 好那时间到了我们正式开始了 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芝加哥 啊郊区的专属的一个啊关于重点学区的一个分班路径的一个政策介绍啊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啊今天会聊些什么那一共是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我们是哦会首先看一下我们在西郊的这块当中呢 有哪些重点学区我们需要来解析一下他们的分班政策比如说我们的203 204以及181然后我们会移到我们的北郊去看一下北郊当中哪些学区呢 他的怒啊分班路径是会比较重要的会帮助到我们的小朋友然后进行到一个数学超前的学习 然后最后呢是我们会针对我们啊在进行这个track分流当中会涉及的一些考试 然后din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路径会进行推荐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OK那首先呢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那我是毕啊毕业于ohio state啊俄亥俄州立大学那我的专业就是数学教育专业 那同时我已经从事了啊五年的一个数学教育的一个经验啊同时现在呢是二年级的一个年级负责人 然后我也是我们的二年级和三年级的ace班的竞赛教练 那ace班呢就是咱们一个think的一个啊竞赛体系里面最高端的一个班型叫做竞赛集训班 OK那这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爸妈们当中呢孩子们都是在哪个学区啊 大家可以把您在学区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我们今天可能有二零三有没有二零四 三零三九六五四 一八一一五的 二九九五四啊我们有五四的OK 有没有二零三和二零四的家长朋友们 因为二零三和二零四都是在啊咱们的一个西郊当中是非常重点的一个学区 一零三OK了解一零三是啊停举的一个学区教育都特别特别的重 OK好的那这一个部分呢也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些学区啊 比如说我们北郊我们西郊会讲我们的二零三二零四一八一 然后北郊会讲我们的九六一零三五四和一五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西郊学区 好那针对Labelville的话呢我们是有两个比较重点的学区 一个是二零三和二零四那无论是哪个学区呢我们都有天才班和数学的快班 那最早呢是从三年级就开始去有这样一个分流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说三年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学领的时期啊 那同学们可以在这个时期呢就进入到比较快的一个班级 去享受到一个更快的一个数学的一个教育的节奏 好那在二零三学区当中的差不多有百分之十的学生呢 可以在八年级学完geometry 在二零四呢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可以完成这个geometry 在八年级的学习 那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八年级的时候学完geometry 以及这样的进度到底会比我们正常的一个跟着common core 会快多少呢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得知道 在美国的一个教育体系当中 它到底common core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 好那从我们的k小朋友到我们的g8八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以common core的这样一个教学体系去完成学习 那大家可以看见如果我们是按照正常的功力教育这个节奏走的话呢 我们在九年级会学习到LGBR1 在十年级的时候呢会接触到geometry 那对比于我们刚刚的203和204来说我们大年级就会学完geometry来说呢 我们是整整会慢两年 并且呢如果是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话呢 小朋友是没有时间去学AP的 那AP是什么呢 AP是咱们在高中当中的提前去选收大学的一些课程 然后帮助孩子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更具有学术的优势和竞争力 所以AP课程在我们高中正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如果我们想要去apply一些top30一些partners的学校的话呢 它对AP课程在高中当中的选收的数量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我们如果只根据common core这个节奏来走的话呢 AP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学进度远远不够 这是咱们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我们要在高中当中学到AP 在十二年级的时候去申请大学的话 我们至少要达到进度是在八年级的时候 学习到geometry 所以大家一定要keep in your mind 八年级和geometry 这两个词一定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是很重要的 那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仅是要比我们普通的common core要快 而且要快几年呢 那不是一年了 那需要是两年的时间 那大家可能想到快会觉得说 会不会给孩子们量力太大 那其实不是的 如果我们就是小朋友们在学校里面做的题目 如果大家有一定的了解的话 会知道我们学校里面是特别特别的慢 就一年级的孩子 他们还在就是在学习二十一类的一个加减 一个计算是太满了啊 那这是咱们一个节奏 所以如果我们是站在初中和高中 以一个非常长期规划来倒推我们小学进度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让孩子们进行一个合理的超前 在八年级学习完geometry 但是好消息是在咱们芝加哥一个非常教育很长大的一个州来说呢 我们在郊区不同的学区都有相同的一个track 有一些program可以满足孩子这方面的一个数学加速的需求 去带着他们在八年级完成geometry的学习 所以都有这样一个track去帮助到大家 那今天我们这个讲座也是非常仔细的来剖析一下 对于每个学区来说 有哪一些track 哪些project可以帮助到孩子进行这样一个超前两年的学习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一下 我们在二零三学区当中呢 我们是有三个类型的一个快班 一个叫做othermass 那这个呢只是针对于咱们的数学单科的一个快班 第二个叫做projectidea 是针对咱们的文科的一个创新快班 只针对文科不设计数学 第三个呢就特别厉害 叫做projectidea plus 这个是相同于双科就数学跟文科结合的一个天才班 那我们今天就会分开来看一下 我们的othermass和我们的projectidea plus 我们就不看文科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类型的快班 它相对于我们的regular这个track 它会快多少 那首先呢regular就是咱们的common core 这个这个十年级才会学习到geometry 那我们看一下othermass呢 它是在八年级会学习到elgebra 九年级会学习完geometry 相当于它是比咱们的common core 是要快一年的时间 那这个还是有点不太够的 那么往下面看projectidea plus 这个呢就是能满足咱们在八年级学习完geometry 它是要快两年的时间 那对于这两个不同的内型快班来说 我们有哪些在申请时候需要的requirement呢 那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ordermass 那它呢是在咱们常规数学课之后呢 会有个pool out session 会给孩子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练习题 并且16所小学和初中都提供 同时呢它是在咱们最早是在三年级秋季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project 一个一个provide 这个提供 那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在下面这个图里面会显示出 如何能进入到ordermass呢 我们是有非常详细的一个要求的 那它呢不只是看一个成绩 它是结合于四个考试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看我们的map 第二个要看我们的coget 要看我们的ly 要看我们的placement test 要结合这四门成绩之后呢 总结成一个metrics 然后只有孩子积分到十分之后呢 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快一年的 ordermass的这个项目里面去学习 那整体来说 如果我们分配一下这十分 差不多是孩子们map 达到96或97 然后呢coget 90到92 然后elva 93到95 然后其他96到97 这样一个分数 那其实这个分数呢 大概是什么感受 就它的分数要求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稍微如果用点工 就是稍微快一点 都能够达到这个要求的 所以进入ordermass 它并不难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的第二个track 就是我们的project ideaclass 那这个呢 是从四年级开始 不仅是数学单课 所有的科目都会变深变难 那同时呢 申请这个project呢 非常难度非常大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同时满足 满足ownermass 咱们数学那个 那个要求 以及文科创新的 两个项目的要求 以及附加要求 那什么是附加要求呢 就是我们在coget上面呢 需要单项达到132分以上 两门达到129分 那这个单科在132分上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难了 那同样的 要想进入到这个最快的 快两年的这个track呢 我们最早也是在三年级 所以刚刚就是咱们一年级和三年级的家长 可以这里多重的关注一下 但是咱们这是203的一个学区 OK 那据我们一些统计来看 调研来看的话呢 就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最快两年这个project 孩子的占比呢 差不多就只有5%的孩子 那是否说明只有5%的孩子 可以就是咱们快两年的学习呢 其实不是的 就有意思的点在于 虽然他只有5%的孩子 能进入到这个最快track 但并不只有5%的孩子 能够在八年级的时候完成geometry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个 单科跳级的一个赛道可以选 就如果孩子们就是在小学部分 比如说G3的时候 只能考到一个owner math 就快一年的那个项目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在五年级的时候呢 申请进入数学的单科跳级 那这个就很厉害 这个进入之后呢 相当于他也是一个 一个快两年的一个节奏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在203里面 他一个是制度是非常完善的 是非常灵活 能够帮助孩子们进行一个跳级学习的 那来一个203总结 两种路径可以让孩子们进行一个超前 能够在八年级的时候学完geometry 第一个就是咱们可以进入 直接进入到project idea plus 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孩子们他第一次考试 就是没有考到一个很高的很理想的一个分数的话 就只进入一个owner math的话呢 没关系 我们五年级的时候呢 同时也可以申请我们的数学单科超前 也一样能够让他们两年超前 然后在八年级完成geometry 就咱们的203那个总结啊 希望能够今天有203家长 能够到现场来听这一部分的一个分享 那下面我们过渡到我们的邻居部分 204那在咱们204学区呢 一样的也是有两个track 一个叫做accelerated math 它呢也是快一年 同样的也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呢 就开始有这个考试 可以进入到这个project里面 第二个叫做project error 它是要快两年的时间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project里面呢 它从三年级到五年级 它并不涉及数学方面的加快 它只对英语还有文科思维拓展 创新上面的一些文科内容的一个加快 它只有在到初中部分 六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分两个strand 一个是match 一个是reading 那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数学strand之后呢 我们就是超前两年的时间 是将来看的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如果我们进的是accelerated math的话呢 我们在九年级的时候呢 学geometry相当于是快一年 那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在三年级 进入到project error的话 我们在六年级的时候 进行一个mass strength加速的话 我们在八年级同样的可以学完geometry 好 那我们看一下分开看一下 这两个project它到底怎么申请 那第一个如果是快一年的这个项目的话呢 我们是从二年级开始 二年级的话呢 部分啊 以及部分的三到五年级的学生呢 是需要做一个placement test 来进入这个project 那它的考核逻辑呢 其实跟咱们其他州的一些小生出的分班考试一模一样的 就就是咱们只需要提前掌握想要跳过的那部分的知识内容 就比如说我们如果二年级要考试 那它的题目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三年级的题目 甚至会涉及到四年级的题目 那咱们只要提前学过考过之后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projec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五年级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可以去参加这个mess卷的一个考核 那关于我们第二个project 就是快两年的这个项目呢 我们是在每个小学都有一位专门教天才班的老师 并且呢每周四节有个pro-out session 也是一样的跟孩子们进行额外的一些授课内容 好那我们会选拔在二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呢 通过孩子们的coget和那个elva的考试呢 加上老师推荐进行一个综合选拔 是咱们的project error 那大家可以看一个数据哈 就是大概在二零四学区里面呢 有四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到project error 那这个比例其实也是相当大的啊 那我们有差不多啊 百分之五十一半的孩子能够进入到第一个 就咱们的啊这个嗯 accelerated mass 第一个项目里面啊 所以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project error的话呢 他就已经能够进入到accelerated mass 好他整体的考核难度呢 还并不是很大 那这里呢做了一张表格 主要是给大家去啊总结了一下啊 这两个项目他在啊覆盖年级项目定位 以及最重要的数学进度上面的差异和这个比较是什么样子的 那大家可以很清晰看见我们的accelerated mass的话是超前一年 那第二个项目project error的话pa的话是超前两年 并且能够保证八年级的时候呢学习完geometry 好那这是咱们的一个204 那同样的一个总结 那如果咱们有204的小朋友的话呢 我们有两个路径也是能够让孩子们进行超前 然后八年级学习完geometry 能够早一点学习完ap课程 第一个就是我们直接进入到project error 那一样的有四分之一的孩子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 他难度并不是很大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是先进入到accelerated mass快一年的那个 然后呢G6六年级的时候呢 我们考核争取进入到那个project error里面的数学单支的一个加快 所以他的整个逻辑跟203是差不多的 但是204跟203比较起来呢 他的这个project error就快两年的项目 204会简单一些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 203的那个project idea plus 只有5%的孩子能够进入 但这个是25% 所以会简单很多 OK 那这是咱们的一个203和204 那我们上面往东边去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handstyle181 那这里呢 右边有张图呢 是我们一个小学和中学的一个分布 那在这个学区当中呢 一共是有七所小学 蓝色图标呢 是展现了我们的一个七所小学的一个分布图 然后有一辆所中学 那也是一样的 从三年级开始呢 每个年级会分成三个level 那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刚刚说的203和204 包括181都是从三年级开始进行一个正式的分流 所以三年级确实特别特别重要 OK 那这三个level分别是on level 它就是咱们的common core 就正常的那个节奏一致的那个level 第二个是快一年叫做advanced 第三个是快两年叫做accelerated 那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 这两个project 它到底是怎么去让孩子们进行一个分流的 那advanced呢 它这里写的是third review 然后for cc I really miss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咱们孩子如果是三年级 但如果他进入的是advanced的这个level的话呢 他会在这个时候进行三年级的数学知识的复习 同时他会学习四年级的部分内容 所以他是快一年 那如果我们进入的是accelerated的这条线的话呢 我们是会在三年级的时候呢 会复习四年级的内容 同时会学习五年级的知识 所以他是快两年的时间啊 并且整个181的一个制度是非常完善的 待会儿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现在看一下 如果我们是在181 要通过哪些分数的考核 才能进入到我们的advanced的这个program呢 首先呢 我们在我们的map在三个季度 秋冬春就明确的分数要求 差不多是要达到80% 并且他需要通过一个学区的考试成绩 在85%以上 那这个level呢 他对暑期课程并不是必须的 他是optional 但同时孩子们也是有这个资格 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课程的作业 并且通过考试 但他只是一个optional的一个选择 OK 那我们就往下看 看第二个项目是accelerated 他是快两年 那他的map的分数呢 会一下子大家可以看见是高很多啊 是差不多要达到99% 那同时学区考试成绩呢 是要达到90% 平均90分以上 那暑期课程呢 就是一个必须的 必须要上的 那同时181呢 他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完善的appeal 还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对小朋友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友好的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咱们要考这个advanced 这个track的话 如果我们的学区考试分呢 只在80%以上 没有达到85%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考试 比如说coget 去证明孩子有这个学术能力 去上这个program 所以他是非常灵活的 但是有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是明确 就是标注在官网上面说 如果孩子们想要在这个 很快这个track 然后同时想维持下去的话呢 他需要把他的成绩一直维持下去 如果他还有 比如说分数降低的话呢 是会面临降级的 所以他是一个淘汰 然后再选选的一个过程 OK 这是咱们的一个181 那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快两年的这个project呢 差不多是30%的学生 都在这个track 所以他的难度也是比较少的 所以咱们只要努努力加把劲的话 30%的学生 肯定就有咱们的孩子中一个了 好 那以上呢 是咱们的一个西郊学区的一个介绍 我们讲的这个203204和181 那现在我们要移到我们的北郊 来看一下有没有 就是您刚打在咱们chatbox里面的学区 好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103 那103跟96这两个学区呢 就是问问我们怎么去收查 这个收查这个资料 都会显示出这两个学区都非常非常的卷 他们卷到从K年级的时候呢 就开始分级教学 会根据孩子的情况呢 来进行不同level的一个授课的内容 好 那三年级比如在数学单科 它是分成一周一天 一周两天的一个额外的教学 四年级是分一天和一周三天 好 再次咱们的enrichment 它就是一个分级教学 从K年级开始 第二个呢是叫做exaggeration 它是咱们老师或家长 可以申请单科或全科的一个加速 但这个有个前提要求 就是需要孩子们已经enrove 在这个学区至少六个月以上 那孩子们成绩 比如说二年级四年级六年级 是需要考核他们的MAP 还有coge guide的成绩 以及呢有个点就是进你的study group 这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会有一堆老师 包括他们的就是之前的老师 以及之后的老师 以及在他们就是分级教学 enrichment的时候老师组成一个study group 那一起来研究判断 这个孩子是否真正ready 进入这个exaggeration 所以它是还是比较严格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就是进入初中之后 因为小学的每个年级 其实我们怎么努力 怎么设定目标 都是跟我们的初中和高中 长期的规划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 在103会有讲的一个passway 那一共是有三个 第一个就咱们还是常规的啊 十年级学习geometry 第二个呢是passway2 是在我们的九年级的时候呢 学习完geometry 那只有在passway3的时候 可以在八年级学习完geometry 那如何可以进入 进到我们的这个第三个赛道呢 我们是在五年级的时候 春季会有一个来考核 就是孩子们的一个春季的map成绩 来决定六年级的一个placement 就是咱们的一个大概的103的情况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跟103一样特别特别卷的一个学区96 那这个呢是在咱们G1到G5 有老师和家长啊 在五月一号有个固定的时间之前呢 去申请数学或者是阅读单科的一个跳击 并且会根据map的成绩 还有placement的一个评估呢 老师进行推荐跳击最多一样的 咱们可以跳击两年的时间 然后在G6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placement 然后大家判断孩子们之后就跟刚刚是一样的 能不能进入到最快的两年 或者是只快一年的一个track里面 好那103和9游都是在教育方面 是非常非常看重的两个学区 然后在选拔上面也是比较严苛 学生的整体程度也会比较好 然后亚裔的占比也会比较多啊 所以整个压力会稍微会大一点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下个学区是咱们的五四 好那这里呢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track 一个是gifted 是从三年级覆盖面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 他要求咱们的map两颗是要达到95% 并且呢会有一些啊 老师会给这些孩子聚到一起单独去加课啊 这是指数学方面 然后第二个track叫做magalit 他呢是要求map两颗 coget IQ98% 那一样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那这些孩子也会啊从原来学校调出来 然后重新组成一个班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magalit这个进度呢 为什么他说是快两年呢 因为他们三年级的时候 啊学的是这个啊四年级的accelerated math 所以他不仅是四年级的普通的common core的内容 他会涉及到甚至是五年级 还有之后的内容知识 所以他是要快两年的时间 不仅是啊就是四年级一年的时间 OK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五 那一五呢如果我们要进行gift的一个选拔呢 是二年级和四年级是两个比较关键的一个选拔入口 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我会考一个map 然后前25%会继续再考一个coget 然后二月份的时候呢会考coget 并且呢会综合了根据这些成绩啊 包括孩子们的表现去评选出啊top two啊 他同时也可以进行到一个单课的加速 好那这是咱们的啊一个一五的学区 好那啊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Ding Academy有哪些路径推荐 但是在说这一part之前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就是我们在说那么多啊 学区他们的考核要点之后呢 就家长们可以把你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考试 内型可以打在我们的chearbox 就北交西交有哪一个考试 您觉得是刚刚听我说完那么多是出现频率最高的 是最多的要求是最多的 是哪项考试啊 我们来临时提问一下 您可以打在我们评论区 哪个考试是我们刚刚在进行check分流当中 考核是最多的要求是最多的 还有这样记得吗 啊那我就公布答案是咱们的MAP 没错MAP没错是MAP OK那MAP呢 就是我之前在跟我的一些国内家长们在联系的时候 他们如果想把孩子从国内就是以后可能会初中 或者高中到芝加哥学习的话 他们也是需要考MAP 所以MAP它是一个国际性的 都是比较看重的一个一个考核的一个标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说完MAP很重要 那它具体是考什么呢 在小学部分呢 我们一共是有六个板块 一个是数感 就咱们的加减乘除大小的比较 第二个是计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比如说啊 我们要有整数分数小数 并且把这三个计算呢 会应用到我们的文字信息题 就是所谓的咱们的应用题里面 第三个就是代数 就是如何去划解我们的方程 如何理解函数 并且根据根据函数去绘制图形 第四个就几何 那几何这个点呢 其实是蛮重要的 因为几何无论是在咱们的公校还私校 其实学校里面 包括我们的Common Core的整体的课程设计上 它的占比都是比较薄 都比较小 就整体的这个侧重都是比较薄弱的 所以几何是需要我们孩子在自己 在家里面或在校外进行一个 非常强化的一个模块学习 几何比如说图形识别 变换相似 全等以及其他的 测量的话就是咱们周长面积 表面积的 但这里的周长面积并不是咱们只是 常规的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一个面积 或周长计算 它会涉及到一些irregular 就是一些非规则图形 那这个就会考到孩子一个图形结合的一个能力 如何让他灵活的运用一些推或拉的方法 去帮助他们把一个非规则图形变化成一个规则图形 并且不重不漏的算出一个周长 这是咱们一个难点 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的统计概率 那统计概率呢 在common core里面 一般是在六年级的时候才会一个 就是主要去学习这根板块 但是这个板块在我们的map里面就会有考察 所以我们一直都常调 我们要考这个考试的话呢 就一定要去超前的学习 好 那这里呢 我是举了一些题目的needs的 给大家一个参考 看一下我们的map整体的难度 但难度其实也不太小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难 不会像竞赛一样难成 就是孩子们需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只是需要孩子们去超前学习 那第一个题就是咱们需要有一个 number pattern的一个意识 如何去找到一个pattern 并且运用这个pattern 去找到下一个数字 那比如说1147 那很多孩子可能就卡死了 就说11跟11跟4 他们他们只会找difference 就make a subtraction 算个减法 但发现这个difference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们就会卡壳 那怎么做呢 他们就会就不会再把思维 去转到下一个阶段了 然后第二题呢 是咱们的一个关于钱和钱币的方面的一个计算 这是涉及到一个单位换算的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一个应用题类型 那这个涉及到孩子们 比如说一些习惯问题 如何养成一个应用题的时候 独体习惯 然后圈化重点的习惯 以及灵活运用一些画图的方式 帮助他们去解决 这咱们一些三个类型的题目 那在think呢 其实我们是无论是从我们的小学还是中学 我们都有很多program可以帮助到孩子们进行一定的学习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有哪些program在think academy 那我们呢 其实有两个最大的一个体系 一个叫做enhancement 它呢又称为校优体系 那顾名思义呢 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内达到优秀 然后做到很顶尖的一个水平 它难度呢 是跟咱们美国最顶尖 私校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比common core要快一年的时间 那这个是只想跟咱们一些学区做一个比较 是快一年 第二个呢 叫做accelerated program 就咱们一个竞赛体系 因为我们会涉及到不同占比的一个竞赛内容 那在这个竞赛体系下面呢 我们一共有三个班型 那比较简单的呢 叫做advancement 在这个体系下面呢 它是比咱们common core要快两年的左右 然后第二个呢 叫做mastery 它要比common core至少快两年半至三年 A4的班就会更快 因为A4班它就是一个完全是竞赛集训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啊 是咱们的两个不同的体系 那Ding Academy呢 它的所有的班型里面 最慢最慢的都至少比common core快一年 但就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路径介绍来看 快一年应该是不太够的 因为我们需要在发展级的时候玩的geometry 所以如果我们一旦把这个目标在早期的时候 在小学时候一旦设定好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选择班型就是比较容易的一个事情啊 所以如果我们的孩子比如说 他们现在面临一个即将考map 或者是啊 你想象他早点有一些数学的一些思维上的提升 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快一年的一个project 但我们需要再考一个map 然后进入到一个快两年的一个track 或者是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快两年的track 但是我们需要维持这个成绩 并且帮助他们顺利的进入到我们初中学习的话呢 那我比较推荐的是advancement这个班型啊 但如果现在小朋友如果基础比较薄弱 我们也可以先进入enhancement的把基础打扎实之后呢 我们再过度到advancement 所以的think economy无论是咱们哪个需求 都是有不同的一个班型进行一定的满足的 OK那现在呢我是做个比较 比如说我们二年级我们enhancement 它快一年 它在春季当中是续集到哪些知识呢 那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是把很大的比重 都放在了计算上面 我们把二年级也把它称之为一个 小学部分的一个分学 因为在计算能力几何 包括应用题的一些启蒙上 在二年级我们都放了很多的一个课程的 一个模块占比去引导孩子们去提升思维 所以在数以运算上我们会学很多 比如说乘法意义除法意义 包括两位数和一位数的乘除法的一个计算 以及我们在几何方面会学习到周长和面积的计算 和咱们的enhancement的快一年 然后右边这个图的是我们一些重要模块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比较推荐的快两年的advancement 他会学习到哪些 那一下子咱们这个计算方面的模块就占比 就没有刚刚那么多 因为我们会涉及到不少的应用题的学习 比如说平均数问题 周期问题 年龄问题 线段图综合和另一算 那在这五个应用题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不仅是让孩子能培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习惯 同时教导他们如何把文字语言转化成数学的语言去进行一个整理和分析 并且灵活的应用一些手段去帮助他们理解这个逻辑关系 所以我们在advancement当中呢 已经非常强化孩子们的一个逻辑思维 不仅是计算的能力 那这是咱们的advancement 那下面呢 如果咱们的孩子 就是想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当下 因为我知道我们今天有不同年级的一个家长朋友们 您可以直接扫码 就是咱们二年级 三年级四年级的 就是有咱们不同年级的一个测试题 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下 因为这题目里面呢 我们是这样分布的 从第一题到第十题都是属于基础题型 从第一十一题到后面的题目都是比较偏竞赛的 所以说它是从五大模块 非常均匀的去看出孩子在哪个知识模块 可能有薄弱的一些地方 然后同时我们老师会一对一的 帮助孩子们进行一个评估分析 所以呢 如果如果说孩子们要去考MAP 但是如果我们在定格学习的话呢 我们的整个知识点是完全能够cover 甚至远远是超过MAP的考课的需求 好 然后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想要跟我分享更多咱们学区的内容的话呢 您可以啊 就是扫码咱们右下角黄色的这个图 就是我的微信 OK 您可以扫码进去 我们可以啊 私下来我们可以再进行沟通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checkbox里面打出来 现在在听个 如何进入MAP还是一直在advancement 我这个问题是很多家长都会有困惑的 因为advancement还有MAP都是属于我们的竞赛体系 好 那如何如何去判断孩子是否适合进入MAP呢 就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孩子 他是否现在在他现在的advancement班级里面 有学习到新的知识点 如果他每节课都觉得很简单很easy的话呢 我建议是去MAP 但如果他每节课虽然说不觉得吃腻 但是都有新的知识点学习的话呢 那在当下维持当下是比较好的选择 除非是觉得很简单 并且我们期中和期末呢 都有一些考试去判断孩子的一个掌握情况 那如果您觉得想要进一步考试的话呢 可以扫码对应的这个年纪 然后看一下孩子能做多少分 如果他能做到一个比如说130分或140分以上的话呢 就可以去mastery了 好对 还有哪位家长有问题吗 您可以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好的 如果您现在没有问题 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您可以扫码这个黄色的 然后我们可以私下再沟通一下 好了 今天咱们讲座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光临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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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